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英國首相強森這一回 其實大家都講了 雖然呢 導火線是他的這個副黨邊 那個時候涉及了一個性醜聞的案子 那他第一時間呢 他其實也辭職了 辭掉他這個黨職 但問題就是 大家為什麼對於強森 火會燒到他這邊完全止不住 重點就是誠信問題 因為呢他第一時間跟大家講說 這件事情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可後來被人家發現他哪裡不知道 他還去聽過報告咧 好這麼一個誠信問題 現在呢讓他一天裡頭走了50位 黨職同僚 甚至在下醫院逼大瞎的這個場合 他對手在野黨他嗆聲的時候 他的同僚之間沒有人願意幫他站出來講話 所以終於讓他在今天呢 逼得剛剛好 就在台灣時間大概是7點45分左右 他出來發表一場演說 表示呢他要宣布辭去保守黨領袖職務 同時這個新的領導人時間表呢 下個星期就會開始來找新的領導人 他會一直服務到新的領導人就位 請教大使你怎麼樣來看這次的事件 同時你怎麼樣來評估強生離職之後 對於國際情勢的發展 強生這次他就是說一犯再犯 已經犯最後這個他的從僚已經無法忍受 要不然就是說跟他 他是一艘正在乘的船 那個他如果他的這些隔員同僚 如果繼續跟他站在那邊 就跟他這艘船一起沉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是他的隔員通通跳船 那導火線當然是他這個副黨編 這個性醜聞 然後他又說謊 後來人家發覺說 他其實他這一次這個副黨編是累犯 不是這一次犯的 他以前就犯過 他也知情 然後他還在二月的時候 還要給他任命這個職位 對不對 然後出了事情 也好像又裝著跟他沒關係 就跟他那個派對門事件 如出一轍 所以就重創 再記錄重創他個人的 所謂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信任度 跟他的講 跟他的這個 這個人的這種 所謂的聲譽 所以太多次了 上一次本來保守黨 他的已經 對他行使過這個不信任案了 那讓他過關了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又很高興 沒想到這會又來一次 這次是他任命的這些重要官員 出了這個性醜聞 而且是他知情之下 還任命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這個 到的這個操守上的嚴重瑕疵 這一個 這個保守黨的官員 所以 我看的報導上說 已經差不多 快50個閣員都辭職了嘛 是 還有一些重要的閣員 衝到唐寧街10號 當場叫他辭職 這個其實這種 已經弄過條了 就是說你看 看中國歷史 這就叫逼宮 就是說身邊的人都說 你就你就下台了 就跟那個唐明皇 那個時候這個 這個就是說 當時這個兵亂的時候 最後那個 跑到這個馬魁坡逃的時候 結果身邊所有的這些 將士跟他的大臣都說 都這件事都是那個誰 楊貴妃搞的鬼 你現在不把他猝死的話 我們就不往前走了 就讓別人來把你抓走好了 就逼宮嘛 那他這次就是逼下台了 不過說實話啦 他下來對英國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這麼丟人的人 這麼丟人的首相 就不要在英國 再這樣子 有損英國的形象 而且他怎麼能代表英國 再繼續在國際上呢 在國際政治上 又東跑西跑 他已經言行就已經很有爭議了 對不對 那我想對英國是一個好事 英國是一個上軌道的 有傳統有法律的一個憲政國家 我想他們可以推出一個新的一個首相 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我想受傷最重的 應該是他的安格魯薩克遜的小兄弟 美國跟美國的總統拜登 因為他拜登做一件事 說到做了7分 那這個強身他都做到10分 他事實上他是拜登最後 旁邊最大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支持者 那我覺得他也有一點 故意把拜登帶壞了 拜登做7分他做10分 那我覺得他下來以後 就拜登失去了一個 在他國際上 這個所謂搞這個昂煞聯盟的 最重要一個夥伴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英國新的首相 會像這個Johnson這樣 具有表演天分 在所有的事情上 都很戲劇化的誇張演出 然後唯恐天下不亂 不曉得 不過要找到像Johnson 這麼沒有誠信 這麼會表演 臉皮又這麼厚的一個 英國政治人物 說起來還不容易 所以如果英國回到這個 他比較傳統的政治人物 可能英國在世界政壇上 會恢復他一點過去的一些 受人尊敬的那些 那些好時光吧 好老師剛剛特別提到 說這過去英國人 我們一直都覺得是很保守的 那講話也是很嚴謹的 可是這一次強森 不太一樣 剛剛呢 這大師直接講表演型的 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 上個月就在上個月 他呢直接親自到了基輔 然後搭火車過去 然後呢跟這個澤倫斯街兩個人呢 好好的在這個鏡頭前面握手啊 然後看這邊看那邊這樣子 那個時候那一趟 其實也有一些政治性目的對吧 因為那個時候他民調不高嘛 好所以呢他這麼一趟出訪 表達這英國人 站在民主正義的那一邊的 那一刻之後 回到他的英國之後 民調起來了 但這一回民調又直直的往下落 好他本來呢我們剛剛講 7月6號的時候 打死都不說辭職的 他說呢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是這樣嘛 我就是不知情我忘記了 你說你不是知情嗎 沒有我忘記了 好從頭到尾呢 就是這樣子咬的非常的死 還說呢我如果辭職的話 英國會陷入大混亂 不行這樣留下來才叫做負責 好為什麼在今天圖案之間 他離職了呢 最新的一個民調 在英國現在說有 將近七成 百分之六十九的人 都認為他應該要請辭 好不包含呢 剛剛我們講的哪些 講的那些他的同僚啊 他的閣員啊 每一個每一個都在逼宮 所以逼得他剛剛好 就在我們台灣時間 七點半的時候 最新消息 他剛剛已經出來到唐寧街外頭 告訴大家 我就是做到下個星期呢 就即將要來找最新的一個領導人 好領導人出來之後 我就即將會離開這個英國首相的職位 要請教委員們哈 這委員跟英國也是挺熟悉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少見 特別的是我們剛剛有提到了俄屋戰爭 剛剛呢其實大寫特別提及 就是拜登基本上呢 算是他的一個非常鐵的兄弟 他講一點點 我們的強身就衝得很前面 甚至呢就連武器 他都是比美國還要先送重型武器 去給烏克蘭的 對吧 那現在他離職之後 對於國際情勢的發展會是什麼 恭喜英國 賀喜英國 我們只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他辭職的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英鎊只跌反彈 你就知道說英國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所有的這個政治人物 能夠影響匯率的實在不多啊 他辭職生一出來的話 很多人跑進去買英鎊 你看就表示 英國要往好的方向反轉了嘛 剛才我們提到他的誠信問題 或者任用那個副黨邊的問題 因為副黨邊在他們保守黨裡面 就等於是一個紀律大成 就是管所有的他們黨幹部 或者國會議員的一個 這個紀律大成 就紀律大成的這個 性醜聞 這個招然若欠 這個讓媒體都炸鍋了嘛 那可是這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 他只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怎麼說呢 前段時間他的財政大成辭職 這個財政大成是公認是很專業 又懂得去處理目前英國這個財政經濟問題的人 英國現在問題困難到什麼程度 這上個月通貨膨脹率是11%耶 英國都已經快炸鍋了 然後這個財政大成 早在這個到達11%的通貨膨脹率之前 就跟他遞出了幾個要求 我們怎麼趕快去處理通貨膨脹 財政政策怎麼弄 我們貨幣政策怎麼弄 結果遞給他 他看都沒看他幹了什麼事呢 就是你剛才講的 倒到烏克蘭去表演 所以這個財政大成等了好久 你也都不決策 一直都擺爛也不管 然後勞工的生活困難 就開始很多勞工會在騷動了 那英鎊一直都跌跌不停 所以對整個英國的經濟情勢 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更扯的 有關於這個脫歐的協議 跟歐盟的協議 他有幾個條款 一再的顛山倒似 翻來覆去的變動 搞得歐盟都很不爽 所以兩邊的經濟運行 都碰到很多困難 不管是投資 交易 貿易 都產生混亂 那再加上防疫成績又有過差 自己開派對 因為很過差 所以英國人在這個 種種問題裡面發現說 原來所有的問題的原因就是你 沒有別人 抓到了 就是你 你想想看 通貨膨脹迫在美濟 能源價格高漲 然後財政大神說 報告首相 我這個方案 我們趕快決定 123要選一個 結果你放在你辦公室不離 跑到烏克蘭去表演 那也不能怪他 因為什麼 因為他是電視編劇出身的 他說他推賭信 一把政壇當劇場來表演 已經變成習慣了 那他也覺得這樣表演 可能會讓他的民調上升 不要忘記啊 政治是要講什麼 講基本面的 不能老是玩那種技術面的東西 技術面的東西 股價不會漲 這基本面的東西 不好股價會下跌 所以他現在就被下來了 今天早上我一醒來就發現 金融時報發了社論 說他應該下台 金融時報在英國 是何等份量的報紙 很少見說 一大早正式用社論讓他下台 我就馬上在臉書上 歷屬他的罪狀 就剛才我講那些 這個不下來英國會很糟糕的 結果他剛開始講說 撐到10月嘛 那我就懷疑你這種狀況 你撐得到10月嗎 英鎊你再不下來 英鎊會一直跌啊 結果他現在果然撐不住了 因為他剛任命的人 馬上要他下台了 那你看看 這個人的施政是很誇張 他用的外交大臣 不懂外交 不是沒有外交之力 是完全不懂外交 還被俄羅斯外長給洗臉 那個國家不在那個邊的 你搞錯了沒有 第二個 他用的國防大臣 不懂國防 從來跟國防沒有關係的 你說 你叫英國的一個媒體 各界 英國是一個保守的 主張精英統治 所以他們很多的領導階層 都一定要受過很好的教育 有很多的很好的經歷 不會像美國會幹那個什麼 會把那個煤礦老闆的老婆 派去當聯盟國大使 不會幹這種事的 但是開先鋒是誰 就是強生 所以已經破壞了他們內閣制的 基本的精神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所謂的副黨邊的這個 這個性醜聞的問題啊 這真的是最後一根 把所有人的氣都凝聚在一起了 本來財政大臣的處理通貨膨脹的方案 可能大家還會有不同的意見 搞到現在 大家已經沒有別的意見 就是要他下台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江沈他當任英國首相 剛好到七月份滿三年 這三年期間裡面 他有風光走向衰落 真的值得所有的政治人物引以為見 很多基本面該做的事 不要想用文青式的語言 想用這個掩蓋謊言 明明這個論文就亂抄一通 還可以找很多人出來幫他講話 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來 委員請教 你剛剛講說這個 不太懂外交是這一位嗎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來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一位外交大臣特拉斯 他現在人其實應該是在印尼的巴厘島 原因是外長 他要去參加G團體的外場會議 不過就在剛剛 他發表了一個最新的聲明 他表示說呢 他要提前退出印尼G團體的外長峰會 原因是因為要趕回去 要選總統 選首相 還要希望能夠爭取保守黨的領導層支持 他發了一個最新的一個聲明 他說呢 這個PM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決定 強森做了正確的決定 然後呢特別提到了 說現在的政府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還是要先撥一下嘛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冷靜 團結 找新的領導人來繼續執政 好正確的決定 來賓哥 現在他講說他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好除了呢 剛剛我們講了很多人在逼宮之外 馬上有人選出來啦 強生孩子說沒關係 我可以做到你們找到冷選為止 哎已經有人出來競爭走 聽說不只他一個 聽說有好幾個人都要出來競選 很多人都想這個位置想很久了 不過我覺得他非常奇怪 你G20 這是其實正好是一個你可以表現的舞台 你不表現 結果要跑回國內去參加政爭 這個我聽起來非常奇怪 而且本來你不是英國跟法國 這些國家你們不是講好準備在G20 準備要洗俄羅斯的臉嗎 那現在你就臨陣脫逃 就溜回去 他還鷹派 他大鷹派 對啊所以這樣子 一個你可以表現的舞台 你不表現 然後你反而回去 我覺得他回去就被淹沒在裡頭了 結果我認為他絕對不會當到首相 我是這樣認為 因為我覺得他的判斷是有問題的 那 不過鄉沈其實說起來是我們同業 因為他報社記者出身的 所以 他也當過編劇啊 也當過很多 因為他是文學作家嘛 所以這個人大概蠻浪漫的 我在想 所以你看他那個頭就非常特別 那難怪他跟澤倫斯基會心心相襲 因為澤倫斯基演員嘛 他一個編一個演 剛剛 大家兩個配合的很好 可是 Boris Johnson 其實他本來昨天嘴還那麼鐵 為什麼他今天會變卦 因為昨天晚上他辦公室在研究 發現 他自己保守黨 支持他人都不到五分之一 換的首相會不會比較好 為什麼昨天不辭 今天突然改口說 我馬上走 因為他昨天認為 至少國防大臣幾個 他認為他自己的核心幕僚都還挺他 結果昨天慢慢 昨天晚上據說 一個一個就跑掉了 然後很多人 就算表面上沒走 私底下都去跟他講說 你如果再不辭職 我就真的要直接告訴大家 我要走 然後他自己評估的就是 他們自己保守黨內部 假設下個禮拜 真的要來不信任投票的話 他可能連65票拿不到 你知道連這個唐寧間的貓 不知道誰幫他發了一個Twitter 寫什麼 那個賴瑞這隻貓 他想說 我再也受不了了 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他在我就走 要嘛他走 要嘛我走 連貓都這樣講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知道 如果跟這隻貓比起來的話 他住比較久 你們是來來去去的 貓才主人 他才主人 你搞不清楚 所以他已經看強生幹得很煩 尤其天天在那邊搞那邊有的沒的 但是他有沒有注意到 強生剛介大使啊 然後委員都有講 這個人很混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處理 可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不也是這樣嗎 都一樣啊 比他還更誇張 任用一大堆像吳釗燮啊 陳吉仲啊這些 然後陳明通 陳明通可以從陸委會主委 變成國安局長 對不對 他所有的閣員位置都可以調換 可是蔡英文一樣做得好好的沒事啊 所以必須承認英國的政治 可能是還是比台灣先進一點 我跟你這樣講 但是 現在一個問題來了 就是第一個 最支持 澤倫斯基的一個人消失了 對 所以對澤倫斯基來講 他馬上會陷入很大的危機當中 第二個你要知道 過去喔 拜登你以為他的決策會比 強生果斷嗎 也並沒有耶 美國內部很多重大決策 他也跟強生一樣拖拖拉拉 比如說 你到底要不要降中國的關稅 到現在都沒搞定 對不對 所以其實拜登跟他也是不遑多讓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過去因為在整個支援烏克蘭的上面 有強生跟他一搭一搭 拜登可能還比較容易下決心 那少了這個之後 我看拜登恐怕更難下決心了 那英國顯然會陷入一段時間的混亂 那陷入至少 因為他們通常大概至少要兩三個禮拜以後 才有機會選出來 有的時候還會拖更久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英國可能暫時對烏克蘭的資源 就不會像過去這麼強烈 那我覺得這兩三個禮拜 恐怕是一個非常關鍵期 也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戰役 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了 因為烏東已經差不多都被 俄羅斯掌握住了 那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到底是要談判 還是要讓俄羅斯一路打到聶伯河 所以那現在剛好失去了 英國這樣一大澳元之後 我個人覺得一個談判的契機出現了 因為鷹派消失了 一個鷹派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德法搞不好會趁這個機會 讓一和談開始可以產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好有沒有可能真的 因為一個強身下台 讓整個俄烏戰爭 他的局勢出現了轉變 好這個呢我們後續要好好的 來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回到街大事 您剛講了 英國跟美國 基本上是這一次俄烏 他們在主戰場上頭 一直主戰的那兩個人嗎 對吧 好現在我們剛講的強森 他已經下台了 賓哥他預期說 未來這兩三個星期 有可能會造成俄烏的一個戰爭的 一個大轉變 好可是呢 美國你不要以為拜登就沒事啊 拜登現在呢說 不斷的有高階官員離開 好像之前的沙奇對不對 大家覺得說呢 他是他的這個白宮發言人 講的好好的 現在突然的事件走了 然後呢後來又說了 說是這個他的高聯絡主任 說以家庭為由卸職 一個一個的離開 有點難兄難弟的感覺 怎麼大家突然之間 好像這個外貨 然後有這個內部要安攏 好像都很忙 對其實這個是一個很 對拜登來講 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症狀 就表示啊他自己身邊的人啊 不看好他 因為美國這個政治是這樣子啊 美國的這個政治啊 他們是這樣 在任上他是不撈錢的 因為他們在政上就是好好做事 可是他一卸任啊 他就賺大錢 所以就是說他卸任以後啊 如果他的老闆 如果是卸任的時候行情太差的話 他賺不了太多錢 影響行情 影響行情 所以就是說你以沙奇來講的話 人家說他下來拿的一個職位 是長約年薪超過百萬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看好了 如果再往下去的話 拜登的這個聲望要往下走的話 他那個時候再離開的話 談不到這麼好的約 所以他是預計拜登是快不行了 他才趕快跳產 這個在華盛頓這是一個 大家心知肚明 也是一個公開的遊戲規則 所以他現在在這個才做到不到兩年的時候 他身邊的人就開始往外 結果核心的他這個白宮辦公室都往外 都分分求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不看好拜登 而且呢是盡早走 然後他出去在這個拜登還有兩年嘛 對不對還有兩年多嘛 雖然是影響力會來越低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認為是最好趕快離開 還可以在外面 不管是企業界私人機構 拿到一個好的約 還可以賺一筆錢 那所以現在這個當時沙奇 離開的時候 我就說拜登不妙了 這個就是他已經這個身邊團隊 已經開始一個跳船潮了 這個這樣11月的期中選舉 他還需要再努力嗎 還有努力的空間嗎 這11月他現在看起來他是必敗的啦 那就是說他會變成駁押總統 可是他還有兩年任期 那如果今天拜登基本上 不但11月還看好 然後呢2024也看好的話 他身邊的人不會走 那就是因為這兩個都已經看摔他了 所以就趕快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還會站在那個位置上 到2024嘛 那外面的企業界也很現實 就我現在用你的話 你跟白宮這個團隊 還有兩年多的 這個團隊還有兩三年的壽命 所以你還有那個價值 還可以喬 還可以喬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以白宮 以華盛頓那個運作模式的話 這些為什麼美國媒體一直爆 意思大家都知道現在 拜登連自己人都不看好他 那如果說再這樣下去 俄烏戰爭 他們還是會主戰嗎 事實上的話這個 現在就是說 我是覺得現在俄烏戰爭 就是看戰場 戰場 我覺得拜登基本上還在賭一把 也就是說頓巴斯 現在雖然這個 已經這個 這個一半 大概已經三分 四分之三 大概已經俄羅斯都控制了 整個大頓巴斯 那美國還沒有放棄 等到整個頓巴斯拿掉以後 我覺得美國會總的做一個檢討 因為美國輿論已經在改了 是看起來烏克蘭佔不到好處了 會變成一個長期化 會變成美國不管在財政上軍事上 都變成一個負資產 那過去可能還有一些正面的價值 可是這個戰局決定 好 戰局會決定未來 但是我們說到俄烏戰爭 其實也決定了這個戰場 這是G20的外長會議 現在呢正在這個 巴黎島這邊來召開 印尼的巴黎島這一次呢 辦這場會議 其實辦的大家都在講說 到底這個印尼能不能夠 很堅持很平衡的 把那個平衡法抓住辦下去 好 原因是因為現在呢在這邊 G7講了我們會在巴黎島這邊 想出一個方法來 基本上呢我們就是會對抗拉夫羅夫 重點就是我們連見他都不見 就像剛初講的 不會在同一個桌子上面來開會 同一時間呢就發現了 你不跟他開會 有人願意跟他來說說話啊 這是誰 中國外長王毅 好 他呢是跟拉夫羅夫來會晤 那俄中雙方呢他們就講了 我們上次在北京談的很好嘛 雙方領導人一片祥和 現在呢我們要擴大戰略合作 注意了這一次的中俄會面 特色在哪裡 特色在於在這一次的外長會當中 中美也要見 好 可是呢是搶在中美會面之前 中俄雙方外長先見一下 那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請教委員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必須要講 布林克他這次說要跟中方會面 他有提到就是要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雙方的護欄 然後呢降低中方的誤解 但是但是 烏克蘭問題 又要再次拿起來講 你該做什麼事情啊 你不要忘記啊 這些強硬的態度 手指還是得比出來 其實 拉夫羅夫作為俄羅斯的外長 去到了這個 這一次的集團體的外長會議 因為11月應該有高峰會嘛 那現在外長會議先開 我覺得他不會寂寞啊 你說布林克不跟你講話 德國外長不跟你講話 法國外長不跟你講話 可是有很多人會跟他講話 你只提中國外長 我隨便念幾個例子給你就好了 印度外長會不會跟他講話 南非外長會不會跟他講話 我隨便念 巴西外長會不會跟他講話 越南外長 對 美西外長會不會跟他講話 沙烏蒂阿拉伯外長會不會跟他講話 土耳其外長會不會跟他講話 他大多數 他至少10個以上的國家會跟他講話 所以現在只剩下說 這些跟美國站在一起的 挺烏克蘭的拉拉隊們 要去表演如何去杯葛拉夫羅夫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些跟中國印度站在同一邊的 這些外長也會給拉夫羅夫 表現出一個很溫暖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一點拉夫羅夫一定評估過 我們這簡單算一算 都知道好多個了 那何況還有那種什麼 那種猶豫不定的投機分子 比如義大利 義大利是兩邊討好的 所以因此這個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但是會產生什麼效果 我覺得這談俄烏戰爭已經過時了 俄烏戰爭的局面 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你到了11月的高峰會議 才上場的時候 我大膽的判斷 俄烏戰爭已經沒有幾個國家 有興趣談了 為什麼 這很清楚嗎 你當年你美國媒體也好 美國政府也好 怎麼講俄烏戰爭的 你講說俄烏戰爭 那個烏克蘭軍隊 在過去八年我已經訓練很久了 大家記憶有心吧 第二個你說烏克蘭 在烏東的堡壘有多堅固 有沒有 豪鍋有多強大 還有可以阻擋住這個精英部隊 可以阻擋住這個俄羅斯的進攻 結果呢 北頓內斯科是這一仗怎麼打的 這個還不用講利息昌斯科怎麼打的 那剩下來大家很清楚知道 你的精銳部隊已經打完了 烏克蘭現在軍隊已經沒有精銳部隊了 那沒有精銳部隊再給他再多的好的武器 事實上也發揮不了作用 那些老兵不非死即傷 所以基本上 只剩下俄羅斯要不要打烏南而已 所以你認為在這一次的這個會議上 譬如說中俄在中美之前會晤 中美這一次會談些什麼 中美啊 中美談的一定是台灣問題吧 沒有什麼問題好談 跟之前都一樣 差不多差不多 沒什麼好談 要不然從新疆啊 扯扯新疆啊對不對 或者扯扯什麼關稅問題 兩邊的什麼戰略交鋒啊 一定是這些吧 中美之間的矛盾 很明白跟大家講 這像是 每一年都會有颱風一樣 所以每一年都會有很多的 中美之間的 鬥來鬥去的議題要產生 但是呢 也像颱風過境一樣 馬上又有晴朗的天氣來 他們要早一點議題來合作 什麼氣候變遷啊 什麼台發中國家怎麼競爭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啊 我們在大概 五年至十年之內 你都看不到好轉 所以頂多坐上台上鬥鬥嘴 從安科拉治到現在 你覺得中美關係 有變得更好跟變得更壞嗎 沒有啊 既沒有更好也沒有更壞 是 就像螺旋一樣 整天在那邊鬥來鬥去 是 所以在這次的集團體能然是一樣 是 美國說他的台灣問題 中國就說他的台灣問題 然後美國說他的這個 中國哪裡不對 就是你的內部啊 這個什麼貿易不公平啊 什麼東西 那中國也當然有反應啊 你抹黑我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是沒有解決的方案的 只能繼續鬥到大家精疲力盡為止 好講到抹黑 中國大陸又在講 你又在抹黑 好這是什麼呢 7月6號的時候 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FBI的局長 跟英國的軍情無助MI5 如果你看那個Johnson 你一定對這個很熟悉對不對 好這兩個情報處的局長 處長 共同發表演說 史上難得喔 一起在倫敦講話 講什麼 講中國對歐美所造成的 巨大長期威脅 還說什麼 說中國大陸如果武力犯台 將是全球歷來最恐怖的 商業破壞之一 中國大陸的助英使館 馬上跳出來講了 說你們自己才去偷聽人家 搞這些偷東西啊滲透啊 你們才是這些事情 胡作非為的慣犯 好 所以他這樣的講法呢 就是散佈奢華謊言 抹黑中國的政治制度 敦請他們 停止散佈中國威脅論 同時 在7月6號的時候 美國國家的反情報還有安全中心 也警告說呢 你不要以為中國跟你好來好去 這一切都是基於善意 你要知道啊 你跟他遞交姐妹事 甚至是民間的交流 都有可能是什麼 是中國正在加強他的影響力行動 希望能夠操縱美方官員 好甚至呢 他有可能是透過聯邦政府的推行 我從州下手 我從這個各州的官員下手 然後去企圖影響到 美國他真正的決策能力 請教大使 這一路下來 好像一脈貫穿 你說中國大陸 他要影響美方 形成一個 對他更友善的 一個好國內部的勢力化 各國都在做啊 沒錯 對不對 我們以前在外面 天天跟這個 跟這個外國政府的 一天要打交道 就希望他對我們有好感啊 對我們做朋友啊 難道你派這些外交工作人 出去是塑敵的嗎 是製造敵人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安全中心這些 這個報告我不曉得 有什麼價值 那就是說 那他如果說他的報告說 中國大陸派出了這些 所有的這種 發揮影響力 意圖操縱美方官員 讓美方官員都很痛恨中國大陸 那才是新聞啊 要不然他做的是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就是說 美國這個國家常常 你以為 中國大陸是定一個調 大家都瘋然緊湊 美國真的是這樣 美國是跟風 美國的政府 白宮定一個調 事實上這些什麼 什麼這些 智庫啊安全中心 都跟著調 跟著跑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很多 他可能研究經費 最好 最後的出處都是美國的政府 所以美國政府 他這個 尤其CIA CIA人家有一篇報告研究 CIA在美國華府 對智庫的影響力 是 其實美國智庫是很好收買的 你捐他個50萬美金 然後你說你來研究一下 題目就要怎樣促進美中關係 哇他就會寫得好得不得了 美國智庫就做這件事 那你說 錢可以解決是嗎 可以啊 你說這合不合法 合法 你說美國的退休的政治人物 他替外國政府 外國機構做遊說 美國用法律來保障 那我以前在美國 我就覺得怎麼搞的 這個人原來是美國政壇要人 現在因為我跟他簽了個約 我就請他替我辦事 他就辦得那麼認真 一點沒有保留的認真 然後完全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著想 我說這個東西有點怪啊 可是問題我還要了解 美國的法律 保障他可以做這件事 因為他知道這個政治人物 他在任的時候 他知道他下來以後 他總要某個生路啊 所以他就立個法 外國人留稅法 把他這些美國政 他今天退 今天退下來不占參議員 參議員第二天他就可以來 第二天他變成名 他就可以來接case 跟你談 一年35萬 一年70萬 很多國家看到 哇這麼大的政治人物 給他錢啊 他什麼都幫你辦 可是他要履行一個義務 就是說我替你辦事呢 我要寫報告 然後交給司法部 司法部要給他放到哪裡 放到那個網站上 讓全世界都知道 你替我做什麼事 所以美國很奇怪啊 美國這種事情通通合法 那所以你今天這些 他有一個報告 或有一個什麼 其實讓我看來 背後他都有一個手在控制 就是要讓他做成這個 所以他就形成輿論 那這CIA掌握一大堆錢 天天就發錢 然後一大堆人 就替他做這些報告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